张善正今天是首度为蓝宇喝废料千里跳票而盗窃 立委咨询呢 其他也问到了 还要向许多机密文件流落 民间种种的争议问题 让张善正一整天都没空休息 这被捕捉到 他是抓了空档赶紧塞了颗巧克力补充体力 行政院长张善正桌上公文 双手翻着眼睛盯着 仔细看他嘴巴也没闲着嚼啊嚼的 原来是趁着院会休息空档赶紧抓了巧克力 补充糖分 我爱吃糖啊没办法 你爱吃甜啊 巧克力糖 我爱吃巧克力糖 今天早上是没有吃早餐吗 有有有 但是看到糖就想吃没办法 因为漫长院会质询得战一整天 张善正发现糖果的小确幸 没过多久就被立委质询给打断 民进党立委邱义营质疑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 至今还持有父亲留存的机密文件 是国家档案局的严重失职 还在宋先生家里 还没有被找到 要不要院长 要不要派人去找找看 派个宪兵去查一下吧 需要吗 大概没有办法请宪兵做这个事情 管碧玲也批评 国发会档案局处理机密文件不积极 民众胡先生 把一批过期的机密文件 交给台北市议员保管 内容是什么 政府却没掌握 我们全部扫描 绝对不会被淹灭 我们应该交给国家 应该要赶快去做这件事 这个如果说现在持有这些文件的人愿意把文件 不要说给我们 但是至少借我们扫描 胡先生有说了 对 我们是绝对愿意的 要张魁处理的争议事件 还有蓝宇核废料问题 2002 2016政府两度承诺 把核废料迁离蓝宇 却一再跳票 张善政也以首长身份道歉 台电当初迁离核废料的支票 跳票 造成现在该迁离 还没有办法 还没有办法找到偿 迁离这个票 我可以代表政府说道歉 虽然张善政说决策当时他还是学生 但立委直言身为最高行政首长 就得为政府延续性的施政负责 但张善政只剩两个月的看守期 要能有所突破恐怕不容易 有段TV陈玉宾陈亚鱼台北报道